近日 34歲知名網紅博主任飛突發心臟病去世 消息登上熱搜第一名 引發關注 有民眾披露 疫情後身邊年輕人猝死的案例增多 但中共隱瞞不報 4月10日 中共集合中心發布3月份疫情報告 稱流感樣病例、新冠病毒陽性率 從3月4日至10日的18.2% 上升到3月11日至17日的21.1% 由於中共慣常的數據造假 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 最近的新冠的它隱瞞的這個數據呢 也是表明新冠的疫情在中國在上升 一直是沒有中斷過的 這個病毒對人體最大的一個打擊就是 它的一個特徵就是會引起人猝死 不管它怎麼變種 在中國就是可以看到一直有這樣猝死的病例 而這個事情又因為中共的這個隱瞞政策 導致一直沒有引起醫學界的關注 不完全統計 2024年初至今不到3個半月 中國大陸高校至少27名黨政官員病亡 均為中共黨員 今年至今 北京師範大學至少10名知名教授 及黨政官員病亡 其中至少7人為中共黨員 在中國大陸現在流行病毒也就是JN.1 那麼JN.1在美國在其他地方的話呢 其實重症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死亡的就更少了 如果你很多事情替中共在背書 包括一些所謂一代一度的官員的死亡這些案例 那麼就是我覺得如果做的事情是給其他國家都帶來傷害的話 這東西就是一個因果的嘛 那我覺得對中國人來說會是更好的一種精心 早在疫情爆發之初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目前中共病毒這樣的瘟疫是由目的 由目標而來的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李洪志大師還明示避難方法 遠離中共邪黨 不為邪黨站隊 因為他背後是紅色魔鬼 表面行為是流氓 而且無惡不作 人要開始剷除他了 為其站隊的都會被淘汰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王眼橋 雄斌採訪報導